會不會讓大家等太久 好久 兩年了 兩年欸 現在流行一個詞叫做come back 回歸 come back 回歸 所以兩年當中其實感覺彩杰跟大家還是很親近 因為有很多的戲劇作品 很多的廣告作品 可是感覺專輯給他 在今年八月份中 你可以聽到你的第四張個人的作品 對 因為其實這張專輯 從去年的時候就開始錄了 然後但因為同時在拍電視劇 然後就一直delay這個八片的時間 所以其實我今天是還蠻緊張的 你是說以歌手的身分跟大家見面感覺蠻緊張的嗎 對對對 其實一開始在收歌的時候 我就跟三哥說我就是想要做玉女的快歌 其實我後來覺得我自己在舞台上表演的時候 還是喜歡比較歡樂一點的氣氛 但是我不會跳舞 我不是動感歌手 那我就覺得像就是以前有很多的 也是輕快的歌曲 就是比如說像李心潔 然後那些快歌我覺得唱起來就非常的過癮 對對對 所以這一次的那個專輯的方向的 輕快的歌曲也是比較多 那我覺得隔了兩年的時間 那我覺得這次透過音樂想要講一些生活 然後一些愛情 然後也講一些傷心的事 然後還有一些是忍不住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常常會逛一個網站叫做Found 然後Found.com 那這裡頭就是很多設計 就是都是 不是那種 對對對 就是大家隨時都可以 只要你有那個帳號 就可以分享自己的作品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第一次看到 就是那個 他最有名的 他出的那個攝影書的封面那張照片 然後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太可愛 然後我就把 先是把他成為我手機裡面 其中一個朋友的 來電的達人 對 結果就是這 看一下看一下哪一張哪一張 這個 喔這一張 對 好可愛喔 那時候就覺得 天啊這個 就是這個美眉真的太奇妙了 對 然後後來有一次去 呃成品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 那個 他的寫真書已經 呃 攝影書已經 發行了 然後成品整面牆都是他的作品 然後就覺得這個人很厲害 很有才 對就買回家 但是從來沒有想過說 有一天可以 就是讓他 你會變成他 相機下面的另外一個放大版的小女孩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一方面是非常的興奮 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覺得很緊張 因為 哪比過這位未來的 對 可愛的小孩 對 在佐渡島上的這個 你好 我是小鳥 小鳥 我愛台灣 喔耶 他是真的愛台灣 因為我第一次碰面的時候 我問他說 就是 就是 你有來過台灣嗎 第一次嗎 他就說他來了七次 喔 來了台灣七次 對 所以呢 今天就要請這個小鳥先生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來台灣這麼多次 對於台灣的印象是什麼 嗯 嗯 台灣人 很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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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優秀 很優秀 問他怎麼知道我很優秀 很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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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所以呢 小鳥先生覺得這個台灣的朋友們 非常非常的親切又熱情 那現在就要問一下 我們這個小鳥先生 呃 看到彩傑的第一個感覺是什麼 可不可以問 可不可以大概問一下 對於這個彩傑的第一個印象是什麼 嗯 嗯 嗯 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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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OK 這個很優秀 很有趣 喔 我覺得彩傑可愛又很有趣 還有可能睫毛歪了 哈哈 我那一次第一次跟他碰面的時候 那時候是剛好旁邊是在拍戲的現場 然後趕緊抽空跟 先跟小鳥先生就先見了面 對對對 就後來就是整個聊差不多半小時以上 然後我就回到劇組 還是我兩個假睫毛 回起來 哈哈 然後我瞬間覺得非常的糗 嗯 覺得很尷尬 以為自己相談甚還給對方留下好印象 但事實上可能是出糗的一面 你有發現嗎 問 沒有 假睫毛被寫的事情 有 有發現是不是 有發現是不是 喔喔 哈哈哈哈 欸 沒有發現 他現在又說沒有 不行不行 喔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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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好這個小鳥先生這裡也非常的優秀 給這個台階一個台階下 好看